生活中,我们往往会说教养这个词。一个小孩子或者年轻人,很有礼貌,很懂事,各方面表现特别优秀,我们就会说他很有教养。 如果一个成年人,特别混蛋,我们也会骂他没有教养,何谓教养。 一个人受到文化教育和自身品德修养的综合,就是教养,一个人有没有教养。 更多的是,体现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,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人格是完美的,只有不断地接受文化教育和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,一个人才会变得有教养。 一个人的教养,更多地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社会关系中。 一个有教养的人,会有这几个表现,你有几个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礼貌待人 礼貌是教养的外在表现,观察一个人有没有教养,可以从他说话的方式中窥见一斑。 一个有教养的人,待人接物是非常有礼貌的,言语举止都体现着他们的修养。 而那些缺乏教养的人,常常表现为粗俗,冲动,甚至失去控制。 一定要教育好子女,使他们养成良好的礼貌习惯,不可以说粗鲁的话语。 懂得该在什么场合,使用什么样的语言,懂得尊重他人。 一个人是否有教养,并不在于他的社会地位或经济实力,而是取决于他的修养与礼貌,处事态度和人际关系。 良好的教养和社交礼仪会为个人增添魅力,也将为事业带来更多的成功。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注重自身的修养和礼貌,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,为社会和谐和个人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。 待人平等尊重 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,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一个有教养的人,一定会从内心深处尊重每一个人,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。 无论你是富翁,官员,还是平民百姓,亦或是智障乞丐,都一视同仁,从来不会瞧不起谁。 这世界上从不缺高傲的人,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看人,瞧不起你,甚至会笑话你,讥讽你,一副高高在上的神器,总认为高人一等。 了不起,对别人不屑一顾,其实正是没有教养的表现。 有教养的人,一定是谦虚的平等的,无论老人还是小孩,一定会同所无期,公平对待,一样尊重,人和人之间,能够相互尊重,才会和平共处。 这世间最讨厌的是,欺软怕硬,媚上彩下,一副小人像。 一副奴才像,甚至带着一副讨债的面孔,别人似乎欠你两百钱,这样的人,没有教养,人人都会敬而远之,能够公允地对待每一个人,尊重每一个人,不傲慢,不轻视别人,就是有教养的表现。 懂得感恩 人性的弱点,书中说,感恩是极有教养的产物,你不可能从一般人身上得到,忘记或不会感谢乃是人的天性,正是因为忘恩是人的天性。 所以如果你非要期望别人感恩,那多半是庸人自扰,如果他人懂得感恩,你应该感觉意外,因为恭喜你遇到了一个有教养的人。 一个人在没有被教化前,是不懂得感恩的,就像动物一样,完全是凭借兽性来做人做事,他们的很多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,见到利益就抢,没有利益则散,甚至是将恩人反咬一口,就像渔夫和蛇,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一样,狼和蛇好心被人类救了,最后还要恩将仇报。 曾国藩有句名言叫,小人专望人恩,恩过不敢,君子不受人恩,受则难忘,小人不懂得感恩,善于过河拆桥,所以他们没有教养,但是君子因为有教养,骨子里懂得感恩。 做人做事更加有人情味,一个人身上具有贵气,不是因为他衣着华丽,锦衣玉食,而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时刻彰显出教养,这才是一种贵族的气质。 所以说,懂得感恩的人更有教养,身上自带贵气,令人敬重。 不给人添麻烦 在我看来,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男人,就是有教养的人,他们常常的表现就是做好自己,他们不乱扔垃圾,不会用道德去绑架别人,因为他们知道,如果自己这样做了,或许自己会轻松,但却给别人造成了困扰。 我曾经见到过一个残疾老人,他推着自己装着水果的小车,站在一条马路前,他需要到对面去,可对面的坡却非常陡,他想过去,根本就不可能,这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,站在了他身前,说要帮他推一把,我本以为那个残疾人会接受,可他却拒绝了,他说,小伙子我谢谢你了,我绕道多走会,一样可以,可弄脏了你的衣服就醉过了。 虽然那个男人表示没事,可这残疾老人还是坚定地要绕路走,说实话,看到这一幕时,我认为他们两个人都非常有教养。 中年男人萍水相逢,拔刀相助,这叫教养,残疾老人,不给人添麻烦,这也是教养。 谈吐文明 语言是一种教养,一个有教养的人,必定是谈吐文明的,一开口,就会给人一种很绅士,很优雅的感觉,需要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教养。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语言跟别人交流,如果我们在语言上表现得很粗俗,就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,甚至让别人感到反感。 生活中,经常会遇见一些人,在大街上就开骂,不管路人的眼光,两个人就开丝,用各种脏话破口大骂。 别泼妇还泼妇,其实,有些事,如果两个人都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谈,比站在大街上破口大骂的效果好很多,在与别人的相处中,学会文明用语,不轻易吐脏字,不轻易批评和讽刺别人,往往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人际关系。 而且,也能留给别人一个好印象,说明你是一个素质极高的人,在公共场合,不要大声喧哗,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在公交车上大声接电话,给别人造成了困扰,这都是不文明的。 有道德,有底线,一个人什么该做,什么不该做,都有严格意义上的界限。 有些事,打死也不能做,你做了,就是把自己推进了火坑,甚至变成了千夫所指,万人唾骂,成为世人的笑柄。 一个人做人讲道德,有原则有底线,就是有教养的表现。 一个人做人做事,不讲良心,没有道德底线,不讲原则,做出见不得人的事,就是人格的堕落。 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诱惑,人生有太多的欲望,如果不讲道德,为了自己的私利,去偷,去抢,去骗,甚至杀人放火,就是人格的堕落, 道义的亏损,就是没有教养,一个人的教养,更多的体现在品行和自律,道德和原则。 是行为的规范,品德的修养,一个有教养的人,内心一定是高洁的,灵魂一定是干净的,做人一定光明磊落,无愧于天地,无愧于人心。 约会准时,一个人有没有教养,最重要的一个提现就是看他守不守时, 其实,约会总是迟到的,往往是不受人待见的,一个有时间观念的人才会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,时间就是金钱,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。 所以,请做到不浪费别人的时间,如果你约会迟到了,别人就会等你,这就是对别人时间的浪费,在跟别人约会时。 可以学着提前十分钟到达约会地点,这样可以提前熟悉下环境,避免约会时过于紧张。 最重要的是,可以让对方知道你对这次约会看得很重要,并且显示出你是一个守时的人,一个有教养的人绝对不会总是约会迟到,也不会总是愿意浪费别人的时间。 所以,守时就是一个人教养的最好体现。 对陌生人和熟人的态度对比,一个有教养的人,无论是对陌生人还是对熟人态度都非常的毕恭毕敬,不失礼节。 可是那些没有教养的人,往往对陌生人总是充满着排斥怀疑,甚至不怀好意,恶语相向。 同时看到陌生人需要帮助的时候,也会离得远远的,这种人一定不值得我们交往。 有教养是一种自然的流露,而不是一种装模作样的作作。 所以,一个有家养的人,一定对陌生人和熟人的态度是一样的。 有教养的人一定是谦虚的,对待身边的人很温和平等的,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尊重,才能和平共处。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讨厌那种气软怕硬的人,这种人,他们没有教养,人人都会敬而远之,所以我们对待每一个人应该保持尊重。 不轻视他人的态度,这样才会被别人所尊重。 善良是一个做人的根本,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丢掉自己的善良。 做人能够学会换位思考,多去牺牲自己,帮助别人都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修养。 一个人如果可以以人为善,微信一定是积极阳光的,有好的人生态度,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善待。 一个人如果太自私,干什么都以自我为中心,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。 那这个人一定没有教养,一个有教养的人一定会在以上几个方面做得尽善尽美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